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求职必修课之求职准备 简历书写是面试求职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是拿到面试的第一关 也是在面试之前展示你能力和水平的最好途径 一份好的简历能够帮你拿到更多的面试 相反,一个不出众的简历会石沉大海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在北美求职过程中,你的简历需要包含哪些关键的部分呢 通常来讲,一份简历经常见到以下部分 Basic Information,就是你的住址、电话、邮箱信息等等 Objective,你的求职意向 Education,教育背景 Technical Skills,包含你技术层面上全面的TechStack的集合 工作经历或者实习经历 你的项目经历 Publications和Other Activities 简历书写时没有必须要写或者一定不能写的模块 也不一定要有固定的顺序 最重要的是通过简历将你的优势展现出来 劣势隐藏起来 那么这些模块有哪些必要 哪些是可以酌情省略的呢 下面我们就来依次分析一下 具体看一看每个模块应该如何书写 首先是Basic Information部分 这个部分通常出现在整个简历的最上方 提供我们最基本的个人信息 包括全名、邮箱、电话号码、地址等等 另外,通常可以将LinkedIn或GitHub等 包括个人信息的外部网站的链接 也放置在这个部分 让面试官做参考 邮件和电话一定要是自己常用的 确保HR可以Reach到你 也最好可以使用一个专门找工作的邮箱 这样能够确保重要有效的邮件被及时回复 并且重要的信息不会丢失 接下来是简历的主体部分 简历的主体部分 首先需要明确写出的是你的求职意向 Objective 需要你用简单的语句 言简意该地陈述自身的基本情况 你的Technical背景 还有一些其他亮点内容 并一定要向面试官表示清楚你的求职方向和职位类型 主要是为整份简历定下一个基调 之后的整份简历都应该围绕这个方向来进行 当然 如果有多个不同的职位要去面试 简历的这个部分要进行一些简要的调整 Education部分 需要展示你的专业背景 毕业时间 GPA等等 简单额咬即可 HR会通过你给出的学校信息 专业GPA对你的专业背景情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定位 对于转专业的同学 常常会加入Relevant Coursework这个部分 来辅助展示自己的知识背景 以免不相符的专业成为自己的弱点 但是这点不是必须的 需要强调的是 同学们一定要清晰地写出入学时间和毕业时间 因为这方面的信息和可以开始工作的时间息息相关 也有助于HR对于你的时间安排有一个清晰的把握 如果有多个教育经历 每个教育经历的书写格式要统一 接下来的这个部分是Technical Skills的模块 这一个模块很关键 是面试官会着重关注的部分 在这个模块中 要清晰地梳理和总结出自己掌握的各项技能 这样有助于让HR更直观地辨识出 你是否符合这一份工作的基本要求 同学们需要将自己掌握的技能分类别写好 例如 SD方向的简历在这里可以分类为编程语言 数据库 framework software等等 并注意按照技能的重要程度和你所掌握的熟悉程度来排列顺序 将更重要或更熟悉地写在前边 但是建议大家避免写出每个技能的Proficiency Level 这样可以在面试的过程中给自己留有余地 另外书写这一部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要有针对性地去和Job Description上的信息相联系 不一定要写特别多的Skill 但一定要将重点技术和Job Description相匹配 向HR表明自己是一位合格的应聘者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简历当中最重要的两大部分 分别是Work Experience工作经历和Project Experience项目经历 这两个部分的书写形式有相似的地方 我们首先来看看工作经历的部分 在每段经历中 要明确写出公司的名称 工作职位和具体工作时间 之后用35个Bullet Points 描述出工作的内容和取得的成果 在描述时 要尽量避免使用大篇幅段落式的描述 用简洁的语句 清晰地表现出工作中用到的重要技术战 具体所做的工作 和实现了哪些成就或feature 语言使用上 推荐灵活使用不同的强要力的动词来引导每句话 避免使用learn, know, study, participate等等 无法显示个人achievement的动词 要尽量多地以结果为导向的描述 来表现自己的实力 突出一些具体的细节或明确的数字数据 将要更助于更加清晰真实直观有效地 反映出一个人的工作经验 另外一个部分是project项目经历 这部分的书写方式和work experience的表述方式类似 可以参考我们刚刚总结的要点 书写时 我们也要按照时间顺序 选择和求职方向最相近 且贴切工业界真实情况的几个最重要的项目经历 书写在简历上 在表达中 一定要强调自己在项目当中扮演的角色 做出的努力和最终的贡献以及成果 对于任何技术相关的工作和项目 重点就在于能够和之前Skills部分 所提到的那些具体技术战相结合相呼应 将它们明确地反映在项目经历和工作经历之中 注意用成就和结果导向的语句 来体现自己对于这些技术的掌握程度 对于很多拥有PhD学位 或在学术上小有所成的同学 是可以斟酌在简历上放置Publications的相关信息的 需要注意的是 发表的文章和专利 也一定要和这份简历的目标求职方向相一致 否则能够给你求职带来的帮助会很小 书写时 一定要列举几个关键点 来具体说明这篇文章或专利的内容 核心技术 以及你在其中做出的贡献 而不是简单地将文章标题 罗列在简历里 要适当地展开 挖掘在文章和专利背后的经历 和明确自己的贡献 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反映出 你在这个领域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 最后 还有一个可以选择的模块 为Other Activities 同学可以将一些课余的活动经历 比如社团活动 试验者服务工作 或一些竞赛等 放在这个部分 书写时 注意最好要选择和求职方向相关的经历 用类似描述项目经历的形式 分几个Bullet Points 清晰地表现出在这些经历中扮演的角色 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以及最后取得的成就 着重体现自己出众的软实力 包括团队合作 沟通协调 时间规划等等 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安排简历中各模块的顺序 我们分别就NewGrad 转专业同学和有工作经验的朋友 来分别讨论一下不同的人群 应该如何安排这些模块的顺序 首先是NewGrad 建议大家按照图中所示的顺序来书写简历 因为NewGrad相对工作经验可能较少 学校中的经历占据了主体部分 所以可以着重强调项目的部分 并将Education的部分钳制 灰色部分是可以选择性添加的 对于转专业同学们来说 相对要弱化自己的教育背景 着重强调自己所掌握的技术 以及工作或项目经历 用实打实的具体的例子来诠释 自己的能力和工作匹配度 其他部分可以按照正常顺序排布即可 灰色部分同样是可以选择性添加 最后 对于有很多工作经验的朋友 可以将重心放在Work Experience上面 将这个部分提前 对于HR来说 其他比如Education的背景 则相对没有那么重要 可以酌情后知 当然 当工作经验与面试的职位不相符的时候 项目经验就格外重要 这个时候就要突出项目经验的比重 加入一些与面试职位相符合的项目经验 以上就是简历中需要哪些模块的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各位收看北美求职必修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